各位大家好 我們玩過直播輪都知道 有所謂的分配器 什么叫分配器 比如你一路 hdmi 訊號進來之後 我想要變成兩路出去 就有所謂的 hdmi 的分配器 一進二出一進二出這樣子 那有所謂的 av 端子的一進二出的分配器 那同樣的道理有沒有發生在這個 usb 的攝影機上面 比如說像羅技的攝影機啊 我可以將一臺 usb 的羅技攝影機 分配成兩路出來 接一第一路接 mac 電腦 第二路接這個 pc windows 這樣子有沒有 目前為止全世界是沒有的 我們公司預計在年底之前要出一款產品 叫做 usb web cam 的分配器 我們還沒有做出來啦 所以我們的產品目前蠻大的 這個就是一個 prototype 就是一個 雛形啊 他其實齁縮小之後會變得這麼小 這麼小就對了好 那我先展示他的效能 首先啊我先接一只 usb 的羅技攝影機 你看哦 這兩台電腦都看得到 這台是 蘋果 mac 電腦 這台是 windows 10 的電腦 你看這是羅技的 streamcam 你看有畫面有沒有 ok 好 同樣的道理 我把它換上其他的攝影機 我設上換上這個羅技的 bluio 4k 攝影機 我把它接上去 一樣有畫面 等一下哈 好 好一樣有畫面 這是 bluio 4k 的攝影機 其實這盒子是什么 這盒子你看一下 你看哦 這邊有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 電源 5福特電源要供給他 然後這邊是 usb web cam 的視訊源 要供給他 然後這邊出來就有兩路的 usb 出來 你看我現在接兩路一路我是接這個 mac 電腦 另外一路我是接這個 windows 電腦 好今天我就要介紹說 這個盒子 這個 prototype 他的效能怎麼樣 以及怎么使用 當然啦出來時候不是這樣的大小了 這只是一個 工程實驗品 我們預計出來之後會大概這麼小 那就是非常漂漂亮亮的 就是一個 標準產品就對了 不會這樣子啊 這只是展示一個效能 展示說我們公司有這樣的技術 ok 好 我們等下來 告訴你說怎麼連接這一款 usb webcam 的分配器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一款 本公司在年底會開發出來的 一個產品叫做 usb 攝影機的分配器 什么意思呢 我們通常拿到這種 usb 的攝影機 比如說 你說像這一款 usb 的 羅技攝影機 他只有一路的 usb 輸出嗎 那通常你這 這一個你只能接一部電腦 那我們的想法是說 哎有沒有辦法 將這一個 usb 的攝影機 連接一個 usb 的 webcam 分配器 然後呢 同時可以連接 windows 電腦 跟 mac 的電腦 可不可以做同時這樣連接 好這個東西啊不簡單啊 我們 但是我們公司還是要做啊 這個是我們預計年底會開發出來產品 那目前呢 還沒有做出來嗎 因為電路板還沒有洗 但是我們已經實驗成功了 這個可行性是100%一定可行的 我們把它先弄成這樣給你demo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公司預計會出來的一個產品 不是這麼大預計會出來 大概他會說到非常小的一個 轉換盒 大概會在25x30公 呃25mm x30mm左右啦 就是那個size 不會不會多大 大概就是大概就這麼大吧 就一點點而已啊 好 那我先跟你講說他這一個 prototype 他的方學是什麼 這個是 usb webcam 輸入 啊 usb webcam 輸入進去 然後這邊是供電給這個 adapter 的電源 然後你輸入給他之後 他就會產生兩組的 webcam 出來 就可以連接你的 mac 電腦 或 windows 電腦 或是獨立的兩臺電腦都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這兩兩路出來 就是一進二出 好那我等下示範的時候會先接 電源 先接電源 然後呢再接webcam 然後呢再接 windows給你看一下 怎么操作 然后同理呢再接mac這樣子 好我現在操作給你看一下 首先呢先將電源插上去 然后再就會插webcam 的來源哈 我將電源插上去嘍 這是電源 後面是一個變壓器電源哈 好接下來呢我插入usb的攝影機 我連接這邊 然後呢我先接windows給你看一下 這是usb線連接windows 然後我在 mac在windows的obs 抓出影像給你看一下 這是windows的obs我開給你看 然後呢我新這個場景 你會看到這麼一個名字叫做usb video 抓起來哦抓到了你看一下 這個畫面就是來自這支webcam ok一樣道理我要抓他的聲音 抓聲音 擷取音效輸入 抓usb audio 然後把聲音打開來 我偷偷打開來給你聽 嗨 哈嘍 有聽到聲音嗎 嗨 哦 再失敗一次哦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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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有聲音齁沒問題 同樣道理我在設定mac 我先將usb插入mac 這是usb的線 然後再插入 我再打開obs 跟剛剛一樣 擷取音效輸入 擷取視訊裝置 去抓usb攝影機 好看到了 然後再去抓音效 擷取音效輸入 嗨你看這邊有在動哦 ok 所以你看 現在我這一支webcam 有沒有 就同時在 windows電腦跟這個mac電腦顯示 我們就稱之為這個盒子 叫做 usb webcam 的分配器 我們會預計在年底的時候 會發表 會量產 好 那大家一定會好奇說 哎 到底這盒子到底開機要多久 到底要花多少時間才開起來 好 沒關系 我現在重新弄給你看 我把電源斷掉 先把obs給關掉 我們看他什么時候會有畫面 好好來 我先將我我只示範一個就好 我先我示範windows的 我先將obs關掉 好 然后這時候我等把電源給關 先把電源給關掉再開啟 電源先關掉 再開啟 好 然后呢這時候呢我再打開obs 是不是出來了 大概不用花10秒鐘 不用花11秒鐘 啊 我們測試過 大概是11秒鐘 啊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11秒鐘 可以把這個 webcam給打開來了 好 再試一次給你看哦 那當然了你中 你中間你要換webcam 那當然就很快 比如說我現在突然換成一個 羅技的bluio 4k 我就換給你看 有沒有畫面 他馬上就出來了 好大概 如果你沒有斷電在開啟的話 大概花5秒鐘就會有畫面了 好 同理可證這個make也是可以啊 開給你看 好一樣畫面 那我我現在在隨機換一下 色一些攝影機 ok 這一隻是 艾比的文件攝影機一樣可以同時在這個 windows 跟 mac 上面顯示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盒子 我們預計年底會出來 他叫名字叫做 usb webcam 的分配器